Hello 歡迎各位朋友們參加eSTAT所舉辦的 Tea and Learn Training 我們今堂已經去到第18堂了 我隔壁這位朋友就是詩誠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們今天的 chapter 的 topic 就會講解一些 M365 的小提示 即是有什麼 benefit 我們常用到的功能 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首先在開始之前 我們講解其實我們eSTAT 每個月都會舉辦一些不同的 training 給我們的客戶 我們同時會有一些的EDM 發給大家 大家留意那些的 email 就可以了 或者可以follow我們的 Facebook 或者 Linkedin 左下角就會有兩個 QR Code 可以scan QR Code 接著like 大家 另外我們的官網 eSTAT.com.hk 有一個 tab 叫做 workshop and event 都會收回我們之前搞過的 event 或者我們接下來會有的 upcoming event 而我們每一次的 Tea and Learn Training 都會有一個抽獎的活動 會抽出十位的朋友仔 會有五十塊的咖啡 E-Q Pond 好 如果大家 miss 了那些 training 的話不要緊 我們eSTAT 現在都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大家可以subscribe 和按個小鐘 我們完了之後就會 upload 那個影片上去 YouTube 上去 那左下角都有個 QR Code 了 那 upload 了之後大家就可以收到一個 notification 可以看回之前的 training 都可以的 那事不宜遲 我們講解一下今天的 agenda 其實我們今天的 agenda 就是講解一下一些不同的功能 例如 Teams 、 Outlook 或者 PowerPoint 、 Word 有些什麼的 tips and check 有些什麼功能可以介紹給大家 例如可能我們會有些 interactive Teams 的 meetings 例如我們有些客戶的話就會在 meeting 一些 training 的途中 會有些的問卷去問一些同事 或者有些有掌問答遊戲 可以做一些 post 的功能 甚至乎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的 message 想要 bookmark 啊 或者想要一些的 bookmark 一些的 check room 那其實在 Teams 現在都可以做得到的了 甚至乎 Outlook 呢 就會已經 integrate 了一個叫做 meet now 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直接 call 會在 Outlook 上 你可能未必在 Teams 那裏按個 meet now 然後多一個地方可以 enable 一個 ad hoc 的 meeting 了 甚至乎如果你有些 email 的 message 可以 forward 回到 Outlook 到 Teams 那裏 PowerPoint 有些新的功能 或者可以有些更加分裂的功能 可以給到大家 最後就可能有些 work 的功能 就可能大家做一些 training material 或者有些不同的功能可以加進去 最後就會有個 QAA 的 session 啦 好 那我們四不二次 我們先講解第一個 Teams 的功能先啦 詩程雅有沒有試過有些 training 做一些 interactive 呢 因為其實 Teams 的 training 呢 很喜歡就要做一些的互動式嘛 因為大家都在留言啦 是的 沒錯 其實可能如果我們有些 for internal 的 staff 的 training 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簡單的問題 給我們的同事回答 或者可能會有一些的意見 可能給同事提出回 讓我們知道究竟我們這個 training 對於同事來說 是不是一個 useful 的 training 啦 沒錯啦 那大家看到的畫面 右邊就會在 meeting 的 chat room 那裏 都會有一些的問卷 那我們怎麼可以做到呢 稍後會有個 demo 教大家怎麼做到這個問卷調查的 在 meeting 之前或者中途都可以加的 好 那另外就是說有些 safe message 的功能呢 就是說以前大家用 Outlook 啊 sorry 用那些的 browser 啦 都有 bookmark 的功能的嘛 那其實現在手機 WhatsApp 呢 都會有一些叫 safe 啊 叫做 mark 的功能啦 就是將一些 message 可能置頂了 或者大家之後 search 會方便一些 那其實 Teams 都有一個類似的功能 那大家可以將它 save 或者好像 Outlook 那樣 把它 mark 回去做 unread 那大家可以再之後留意回那些未看的 message 或者可能你想之後再看回那些 message 都可以做得到啦 那另外 詩成有沒有試過有些 group check 找不回呢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找得到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些 Teams 上的 check 的 issue 那其實就是最新的有最新 message 就會在最頂啦 那其實如果我們用 Teams 一段時間的時候 那其實那抽就會越來越多的 那如果可能我們找回某些同事的時候 就可能要下下做一個 search 的動作啦 那其實我們現在可以有一個 print 的一個功能 那就是說我們如果有一些常用的 我們需要經常去做一個 communication 的同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將一個 chat room 那其實我們要 print 了它 那方便我們之後可以在頂上直接找到的 那我們之後教一下大家怎麼利用這個功能 甚至乎可以 mute 啊 或者可以將它 hide 了那個 chat room 都可以的 那我們轉頭說回大家怎麼可以做這些小提示啦 那除了 Teams 之外啦 那其實 Microsoft Outlook 都是大家最常用的軟件之一 那我相信 那大家也都有試過可能用過 Teams 的 chat room 就是那個 calendar 用過 meet now 我們之前有些訓練呢 教大家怎麼去做一個 meet now 的功能 就是一些 ad hoc 的會 那其實今天呢 大家都可以做到在那個 Outlook 那裏 直接那個 App 上按一個鍵都可以做得到的了 那我們就教大家怎麼做啦 除此之外啦 那另外都大家 我們經常都提過 Teams 的字的 因為 Teams 的 Application 呢 就大家是可以在一個 Team Hub 的地方 所有的 Conversation 啊 的活動啊 Project Base 啊 Department 都可以全部在一個地方 但是有時候有些的 Mask 有些的 Email 進來 可能是放 Vendor 那你想將它 Archive 或者將它 Related to 某一個 Project 的話呢 你可以按個鍵可以 share 將那個 Email 到 Teams 那裏 而你不需要特意要將那些的內容 Copy and paste 上去 原則完美 連 attachment 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這個就是講到 Outlook 上過有些什麼新的 Tips 啊 有些新的功能啦 那另外 大家都有用緊的話就是 Power Point 好像我們今天有些 Presentation 啦 那要做一些比較生動一點的 Power Point 我們有些什麼新的功能呢 例如我們有個 Zoom 的功能 Zoom 的功能的意思就是說 你將一些的 Slide 可以將它 Embed 進去 就是假設你這張照片右邊有五張 有七張 Slide 你四五六這個 Slide 你可以將它 Create 一個新的 叫做 Summary Zoom 將它 Create 了之後 大家可以有些互動 或者是有些 Interactive 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 Zoom 到那個不同的 Slide 那我稍後示範一下給大家 究竟它的效果是怎樣做的 好不好 那施誠 有沒有做過一些 Training material 啊? 一定有啦 我相信是 啊 那有些做 Recording 先 以前是怎樣做的? 以前的 啊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的 Office 是一個 Build In 的一個 Tool 啊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用一個 Third Party 的 Tool 啊 那去做一個 Screen Recording 這個動作 那可能才再 Embed 下去我們的 Power Point 再 Play 給這些同事看啦 那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的 Power Point 已經 Embed 了 我們已經有一個 Screen Recorder 這個功能 那就是說我們 免卻了用一些 Third Party 的 Tool 去做啦 那還有我們是直接 啊 我們的一條影片 那其實我們完成了這個 Record 這個過程呢 那其實我們要直接 Insert 回到我們的 Power Point 裡面 那其實 Microsoft 都想大家 方便大家 提高大家的 Productivity 啦 因為簡單一點說一句 你雖然你其他的 Party 的軟件 是可以做到類似的功能 但是你要 Save as 再另外一個 Video 再 Insert 下去那個 Power Point 裡面 那現在今天呢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一個 Chapter 都講解 Microsoft Stream 啦 那其實 Microsoft Stream 都有一個 Recording 的功能來的 那其實它就不停地 Reverage 所有的功能 將它每一個都可以 Embed 了這個功能 那做 Recording 的話 就可以簡單方便很多啦 那我會教大家怎樣用法啦 除此之外啦 Training 的話呢 如果一個長時間的 Training 可能搞一次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中間如果有一個 Break Time 的話呢 那以往就可能到那個時間那個 Trainer 就會說大家休息五分鐘啦 那大家可能就要看標 即可能各個不同的時間 那個區不同的話 時中一不一樣的嘛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可以 Insert 一個 Add In 那就叫做 Break Time 那你可以 Set 一個時間 甚至乎有不同的 Background 可以 Show 給大家 那可以做 給大家可以做一個 計算了五分鐘之後 可以那個 Meeting 會繼續啦 那這個就叫做 Break Time 的功能 那這個都可以講解 教大家怎樣用啦 還有一些實用性的功能啦 那除了剛才所講的 Teams Outlook Powerpoint 那我們 Top 10 之內 因為 Top 2 之內 應該都是 Work 的啦 大家做一些 Work 的 Presentation 就是 Work 的 Training 家也好 任何的東西也好 Work 是很常用的 那 Work 來講 有些什麼功能呢? 那以前的話 可能都會有 Drawing 的功能 即是畫畫啦 但是始終它沒有那麼方便 它會打散了不同的 Part 去做 即是沒有一個 Consolid 的地方去做 而今天呢 就 M365 的 Work 啦 Word 765 啦 它就會加上把它有一個 Drawing 的地方 好像 Teams 那個 Meetings 那個 White Spot 這樣啦 那你可以畫公仔啊 你可以上去做一些 Canvas 去做一些畫畫 我們待會示範一下 怎樣利用 Work 去做一個好像 因為以往呢 大家就會記得 是可能用 OneNote 就可以無限制地畫東西 或者加減東西 那其實 Work 呢 今天都可以做到的啦 那另外 都有一些叫做 Screenshot 的功能 即是 詩成 這個應該是你和我都會很常用的功能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做一些 Training Guide 的時候 或者一些 Meeting 的時候 你可能你想叫 Screenshot 以往我的做法呢 就開一個 Slapper Slapping 即是 Tools 啦 就是 Windows 10 內置有一個功能的 那你可能 Cap 了個 Screen 接著你 Copy 或者 Paste 回到 Word 那裏 那現在我就不需要再用其他 Tools 啊 我只是用 Word 已經內置了 Screenshot 的功能 可以做一些 Dumb Screen 的動作 做一些 Guide Line 的時候 會更加特心應手啦 還有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 Insert 個 Video 的話 以往可能要 Embed 那個 只是 Embed 那個 Web 連結 或者你可能要直接把 Video Embed 到那個 File 裡 但是第一件事 Web 連結的話 就未必可以即時按個按鍵 可能你就要 Redirect 到其他 Web 室 而如果你 Embed 到整個 File 進去 那麼 File 才會太大 那這個呢 就有一個新的叫做 Insert Online Video 的功能 那你可以 Insert 回一個 Web 或者 YouTube 或者 Slashare 的一些 Link 那你可以直接在 Word 裏面 Payback 回這個功能了 就是你不需要有額外的 Payr 已經可以直接做得到所有的功能 還有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就是 就是你 Insert 一張照片進去 Word 那裏 那裏的 File 會佩戴了 就算你可能 Insert 一張 4、5 Mac 的照片進去 Microsoft Word 其實本身都會幫你做一個 Compact 的 但是其實你 甚至乎今天你可以再做一些壓縮 一會兒可以做一個示範 是怎樣可以將一個 8 Mac 的照片進去 本身可能六百多K 再把它壓縮到小一點 然後你可以 因為一個在我們做一些 Presentation 或者做一些 Training Material 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 Insert 很多的照片 一些很大型的照片 一些高清的照片 那我們怎樣可以應對這些功能呢? 那我們這個課題都會做得到的 那我們現在就會進入 Live Demo 啦 請等等啦 我會 Share 一個 Screen 大家現在會看到我的 Virtual Desktop 是不是? 然後你會看到我開了 Teams 的 首先我會講解的話就是一個投票功能 第一個 Post 的功能 那麼假設我有一個 Training 是一個 Calendar 我現在已經 Create 了一個 Training 的 Calendar 可能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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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選一個 Meeting 先 Post 我先加一個同事進去吧 那我選一個時間 按個 Send 鍵 那我現在有一個 Event 就已經 Create 了一個 Meeting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 Post 的話呢 就是投票的話呢 我們要在 Before 那個 Meeting 之前呢 要加一個 App 進去的 那你首先呢 你就要按一按那個 Meeting 的名字 然後你就要按一個 Edit 鍵 按一個 Edit 鍵 按一個 Meeting 鍵 那它這個有個 Navification Bar 啦 那它又會有 Details 啊 White Box 那些的 最終有一個 Add a Tab 的功能 那 Add a Tab 的功能 那 Add a Tab 的功能 我之前 教用 Teams 的時候都有提過了 就有一些 Apps 可以 Add 下去 那我們現在要加一個 Forms 的 App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變成一個 Post 的 App 的了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變成一個 Post 的 App 的了 那你的會還沒開始之前呢 你就已經可以做一些 Create 的問題的了 首先你見到有多了一個 Tab 啦 叫做 Post 啦 然後你就可以 Create 一個 New Post 然後就是一個投票 那你就可以選一個 Question 1 那麼 Yes 還是 No 先啦 簡單一點 Question 1 Yes No 那你可以做一些什麼的選擇呢 你可以加不同的 Option 啦 就是你有多幾個 Option 選擇啦 甚至乎你可以 Multiple Answer 的 另外也都可以選擇 Share 和 Share 的答案 當有人提出 有人提出之後 立即 Show 那個答案 Show 那個 Result 出來啦 或者你會不會可以 support 到匿名的投票 就是不記名的投票 最後第三個就是說 可不可以跟其他的 Teams Member 一起 Coord 就是看到這條問題 如果你不 Take 這個呢 就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這條問題而已 那就 Presenter 就已經可以 Create 到的了 假設我現在 Create 了這條問題 這些不需要的 我先 remove 了它先 那我按一按 Save 鍵 那我們的投票就已經 Ready 了 那你就可以當你 Join 個 Meeting 的時候 這裡就會有個投票啦 它本身就叫做 Drive 的 那這個右下角會有 Launch 可以 Edit 或者 Delete 就是如果你錯了的話 那我現在模擬一下如果我本身的 Meeting 已經開始的 按個 Join 鍵 那會有些什麼的發生呢? 那我們現在就 Join 了個 Meeting 先啦 那你會發覺在上方那個 Tools Bar 就會多了一個 Post 的 那公仔就是 Forms 的公仔來的 那如果你按了一個 Forms 的公仔 那它就會有選擇你不同的 你之前設定了的問題啦 甚至乎如果你 Add Hot 有一條新的問題 你想加的 你也可以直接在 Meeting 的途中 加一條問題 Question 2 都是 Yes No 那就是說你可以在途中有些更改 或者你可以設計多幾條問題 或者因應你 Meeting 的途中 可能有些新的想法 新的問題想問我 那你可以選擇這個也可以的 那當你設定完這個問題之後 一般的 Attendee 就看不到這個 Post 版的 那他們就要當你選擇了這個問題 要 Launch 出去啦 那你就按一下 Launch 鍵 下戰掌你會看到有 Edit 和 Delete 的 那你按一下 Launch 鍵 那會有些什麼的 Pop Up 出來呢? 首先它對方就會有一個 Pop Up 的 Message 自己都會看到的 它就會看到這條問題 你可以選擇答 Yes 還是 No 那如果你不答的話 你作為一個問那個 你可以直接 skip 了這條問題 然後你去回 Conversation 那其實 Conversation 就已經看到究竟這條問題 就是 是不是 Live 呢? 究竟答案有哪一個答了多少個 Percent 呢? 有多少個 Response 呢? 甚至乎如果你是在講一個問題 你 submit 了之後 你可以去回看那個 Result 你直接去回那個 Post 我作為一個發問問題的人 那我可以選擇現在是 Live 的問題 那我可以按一下下戰咀呢? 那我可以按一下下戰咀呢? 可以摘完了 咦 大家 各位的問題已經答完了 那我可以 close 了 然後說回正確的答案 然後你甚至乎可以 Export 回那個 Result 那另外或者你可以直接在這裏 show 回那個答案出來 那這個就是 大家想如果做一些多些 Interactive 的話呢? 可以選擇這個功能去做一些投票的活動 或者發問問題 training 的時候可以用啊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情況都可以用得著這個功能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講解所有的功能啦 另外就是說如果有些訊息是重要的 你想要把它 save 的話呢? 那就只需要按一個 chat room 假設我有個 message 是啊 這個administrator 啦 這個administrator 啦 有話要跟我講回啦 那我可以將它 create 了一個 message 那你按回那個三點 有個 more option action 上課現在有些心心的 可以給一些 emoji 的 可以給一個 like 他的 message 的 就是代表已讀啦 甚至乎可以給一些反應啦 另外就剛才有提過的話 就可以按回那個 more options 有個 save 的功能的 你按一下 save 的按鈕 Save this message 那它就會告訴你那個 message 已經 save 了 接著它會 save 了在哪呢? 它就會在右上角那個 profile picture 那裏 它會有一個叫做 save 的 那個 icon 是不是很爽的嗎? 其實好像 bookmark 那個 icon 一樣的 那你按一下 save 的的話呢? 那你就會看到你之前 save 了的 message 那就不需要擔心 那些重要的 message 會忘記了 bookmark 啦 是不是呢? 也不需要 bookmark 整個 chat room 啦 只是某一個 message 都已經可以做到 save 的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 如果你的 message 本身已經讀了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變回 unread 的 例如我有個 message 這個 message 的話其實你想要把它變成 unread 因為正常呢,你 read 了的話呢 你這個左手邊的 chat room 就不會再是 bow 的字體的 那如果你的 chat room bow 了的話呢 即是說代表你的 message 就是你這個 chat room 裡面有些微體的 message 那你可以自己又提示自己當微體先 那就可以之後再看都可以 那這個呢都是一個 save 和 upgrade 的功能的 那剛才私情都提過了 就是說有個叫做 就是有些 message 啊 有些 group message 啊 那些沉了底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現在用了 Teams 的啦 那左手邊的 chat room 呢 是越來越長的 因為很多 Teams 的 meeting 啊 都會 store 了在 chat room 那裏 那當你有時候有些的 message 有些的 member 也好 有些的 group chat 也好 你想要快點找得到 例如我們老闆有個 chat room 是可能有些 message 你想即時可以看得到的 例如 Megan 是我老闆來的 那我想要快點找得到她的 message 啊 那你只需要在那個 chat room 的 more options 那裏呢 就有一個叫做 pin 的功能 是不是這個功能 應該大家在 SharePoint 啊 或者在 Teams 的 channel 都見過 之前有講解過 有個 pin 一些 document 啊 或者一些 folder 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那其實在 chat room 都可以 pin 的 那你可以 pin 一個 meeting 的 chat room 也可以 你也可以 pin 一個 personal 就是 private chat 也可以 或者你 group chat 也可以的 那你就不 以防那些 chat room 沉底 那你就可以很快 很方便的 可以看得到那些 chat room 這個幫不幫到你啊 詩成 這個 是的 沒錯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 給我們一些老闆啊 或者我們一些同一團隊的 chat room 那方便我們一些日常的 communication 更加方便 那詩成 你沒有藉口說找不到一個 chat room 大家都沒有藉口 我教了你 應該你之後要用這個功能了 是不是 接著另外一個功能呢 我就不想教一下詩成的 不過我會教給大家啦 就是有個 mute 的功能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個 同事有個 chat room 你是經常都有些 message 彈出來的 那就有一個叫做 mute 了來的功能 就是好像 WhatsApp 那樣啦 有個 mute 鍵啦 然後你按了之後呢 公仔就會變了 mute 了 就是有些 notification 即不會再有些 notification 彈出來 這樣子 那這個就因人而異啦 這個就可以選擇 選擇用還是不用啦 甚至乎有一個最終極的功能呢 就是叫做 hi 啦 就說可以將它 hi 了整個 message 的 chat room 那就是可能有些的 例如一些的 meeting 的 chat room 其實之後可能你已經很少見的 那你不需要再見得到的話 你可以選擇 hi 了去 那你就可以將那個 chat room 做一些 housekeeping 我平時都會 hi 一下不同的 chat room 可以將它不需要特意 show 出來都可以的 那這些就是講的我們怎樣利用 Teams 可以做一些小的提示 大家可以用這個功能去用得更加得心應手的 那這個就是講的 Teams 的功能 大家可以多些利用那個投票功能的 就是那個 polling 的功能 就是一些討論的功能 大家問一下大家意見的時候 就是可能到了一些 make decision 的時候 大家可以給一些反應 是不是 那另外就是 Outlook 那邊就是新加了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制度沒有呢 就有一個叫 meet now 的功能 因為以前我之前有講過一些 training 的內容 都會有教大家怎樣在一個 calendar 上 schedule meeting 是最簡單的 是不是 就是最常用的 但是如果有些 ad hoc的 meeting 那你可以直接按個 meet now 那你就不需要 send invitation 那以前就在 Outlook 就沒有這個鍵的 就是New Teams meeting 而已 那現在今天都可以直接按個 Outlook 那個 meet now 就是可能你 create a meeting 的時候 發覺都不需要 send a schedule 啦 可以直接建一個 Teams 的 meeting Ad hoc meeting 那你就可以立刻 invite 其他同事去開會 那這個就是一個 ad hoc的 meeting 會了 那你只需要開了之後呢 那個房就已經建立了的了 那你可以選擇用不同的方法去 share 一下這個房間的 link 給 participant 相關的同事啦 那這個就教大家怎樣利用 除了在 Teams 的 meet now 之外 其實現在今天呢 在 Outlook 那裡都可以做得到的了 甚至乎如果你有些 message 好像這個 email 的對話 這個 file 其實是 related to 某一個 Teams 的 channel 的話呢 你新的功能呢 上高有一個 share to Teams 就是你把這封 email 你可以直接按一個按鈕 那它就會 call 一個 application 你會看到 share to team 啦 你可以選擇 share 給哪一個 你可以是 person 啦 group 和 channel 都可以的 下面有些是我最常見的的 sharing 啦 那你打一個 keyword 那可能你打 M365 那我就會有個 chat room 那我按一按個 chat 你可以多過一個啦 那你可以打不同的 這個你可以選一個 每一次就可以 share 一個位置 甚至乎你可以選擇呢 有沒有 attachment 的喔 就是你可以選擇連 attachment 也一次過 share 出去 那share 完之後呢 你可以去回那個 Teams 那裡 已經連連 attachment 一齊出去了那個 Teams 那裡 那就不需要特意 copy and paste 那些內容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的 假設 render 有些的 message 給我們 然後我們想 deliver 給其他 Teams 的話呢 我就會用這個功能去 share 一個 email 直接去 Teams 那裡啦 那就不需要再經過 copy and paste 啊 再拉個 attachment 下去 這個就簡單很多啦 那這個呢 都是新的小小的 update 啦 因為你如果用 M365 的 Office 365 啊 或者 M365 的 service 的話呢 你的 Outlook 啊 你的 Office 的配件 其實是不定期會更新的功能的 那這些都是他的身家的功能來的 那另外 剛才我有提過有一個 Powerpoint 的功能 就是一些 interactive 啊 那我如果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 Powerpoint 那我有一個 material 就是說 我要 zoom 有一個叫做 zoom 的功能 zoom 的功能呢 以前的一個 Powerpoint 呢 就是私情做的那些 slide show 呢 那些多數都是直去的嘛 是吧 是啦 那其實現在的聲音的話呢 你見到我這一張 slide 裡面 會有三板 是吧 那你不要當它是一張照片來的 其實它可以卡住的 我按一按下去的話 它會 zoom in 那張照片的 zoom in 那張照片 然後卡住 它又 zoom out 然後再卡住 就可以 zoom in 那你本身呢 就做了三張 slide 啊 然後現在你就可以加多一張 slide 做一些 interactive 功能 那就可以動畫化一點 啊 就是不用那麼單調 做一個線性的 那這個 要怎樣做法呢 其實就不複雜的 假設我已經有些 slide 做了的了 那我只需要在一個 按一下 insert 的 tab 啦 按一下 zoom 的功能 那它有幾個 zoom 的 那我們現在用那個呢 叫做 summary zoom 按一下 summary zoom 你就會見到 哎 有些什麼 slide 你要把它組合在一起的 那我就選這張 slide 和這張 slide 啦 然後選一下 insert 那我就會自動把那兩張 slide 加了下來 那我怎樣做呢 我加上那個 layout 啦 改一下 layout 啦 改一下 layout 啦 按一下 layout 啦 OK 啊 那我怎樣看效果呢 那我只需要按一下 slide 數 那已經自動做了 那個 zoom 的功能了 那以前就可能要靠一些 third party 的 tools 啊 或者要用其他牌子的 presentation 啦 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那現在這個呢 就可以直接 powerpoint 都可以做到這個功能了 那方便很多 也都不需要任何的額外的收費 那你就已經可以做到啦 那另外第二個功能的話 就講解回剛才有個 recording 啦 如果 recording 的話呢 你只需要在那個 insert 那裡 那裡 最右手邊就有個 recording 啦 假設你要 record 的話 它就會自動縮小了 powerpoint 那就是為了你錄影的背景 啦 那你選一個 area 啦 然後你選一個 area 這個 area 啦 很彈性的 然後你上高就會讓你選擇究竟錄不錄你的 pointer 啦 或者錄不錄你的 audio 啦 那你可以選擇錄你的 pointer 啦 然後按一下 record 鍵 它就會提示你 這個是好像跟 stream 一樣的了 都是三秒鐘的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選不同的 你可以動後面的背景啦 那你就會自動幫你 insert 啦 可以開些 file 啦 之類 那如果你完成了的話呢 那你只需要去那個 你把那個 mouse over 去最頂頂的位置 或者剛才有個 sharp key 的 就是 window shift Q 那它就幫你 stop 如果這個完成了 好 啦 這樣按個 stop 鍵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 embed 了一段影片的啦 這個非常之簡單方便 做一些 training 的 material 的時候 或者你做一些簡單的 description 你好過你不停的這樣 cap 圖嘛 那你用一個圖像化的形式去教大家怎樣用 這個就是 screen recording 啦 那另外就是說 大家如果有個 break time 就是可能有些 training 是比較長的時間 那你可以選擇呢 就在這個 insert 那裏 有一個叫做 add in 的功能啦 那就是 my add in 你可以search 回不同的 add in 的 其中一個 add in 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叫做 break time 那你選一個 break time 的功能 跟著按 add 鍵 它就會自動幫你 add in 了一個時間啦 那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時數 五分鐘也可以 甚至乎你可以選擇不同的 type 的 就是有個 back 環 那就可以沒有那麼單調啦 這個 lab time 啊 這個 break time 啊 就是它會有不同的 back 環 跟著你當你到的時間呢 你就可以 start the timer 那到時大家可以看著同一個 timer 去知道那個 break time 究竟是幾時完啦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大家講解一下 powerpoint 有的功能 例如我們有個 zoom 的功能啦 有個 recording 的功能啦 甚至乎有個 break time 的功能啦 那另外我們會講解一下的話 還會有一個叫做 work 那邊的功能的 work 有什麼新的功能 work的話呢 就有一個叫做 首先第一個 就會有一個叫做 drawing 的功能 因為以前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work 你會發覺你 insert 你要畫東西上去呢 很多時候要遷就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即就算你的電腦是一個 touch screen 也好 即使你那部電腦是一個 touch screen 也好 是不是把音樂螢頂接種去說清楚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楓畫三角爪啦 可以直接畫三角爪 甚至乎你能用不同的 highlight 去做得到 那這個呢 就是無限制的 你能讓你怎麼畫也行的 それ ais的表面 你也有個叫做擦紙膠了 你可以拆塗所有的功能 或者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不足 你可以選擇有一些叫Point Eraser 就是Eraser的種類 可以有more option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究竟像這個原子筆那樣拆拆拆拆 也可以 甚至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個叫做Canvas的功能 就是當作一個畫板 右邊有一個叫做Join Canvas 就是你定了一個area 你像我一樣我定了這個area是畫公仔的 那我在上高畫的東西沒問題的 但是我畫出界 它就會自動幫我剪掉了 就是你可以定個框框 就是可能這個位置就是做一些drawing 就好像有一個畫板那樣 你不需要擔心畫出界 它會幫你自己剪掉了 這些都是Canvas的功能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利用它來做一個drawing draw 接著就會剪掉了 挺好用的這個功能可以做一些drawing 那另外除此之外 另外就是有一個叫做screenshot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來做一些公仔去畫東西的 我先剪掉它 那以前呢 我的做法如果做一個screenshot 會怎樣做呢 應該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過這個tools 可能我要開這個program 然後按一個newcap cap完之後 copy再play上去 司成是不是用這個tools insert好用這個tools 大家都應該用這個去的了 如果沒有用過其他的for party 就應該用這個的 不過今天之後呢 大家就不用再用這個了 那你就只需要在work那裡按insert 跟著有一個screenshot 甚至乎你可以選直接copy window 直接把window copy and paste 選都不用選了 直接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啦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說大家可以按一個insert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好像我平時那樣 選擇不同的畫面 還有這個training 然後選擇不同的area 跟著直接paste上去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很快速地 可以完成一個加不同的效果下去 我最常叫就是加一個faulting 就是可以凸顯到這個screen cap的功能啦 那這個就是說我們怎樣做一些的user guide 的時候可能我最常用的東西 我想share給大家有些什麼的小提示啦 那最後有一個另外一個功能呢 就是說我都在一個 有時候我需要attach一些的win 一些的all 那個叫做online video online video的時候 以前可能就會有些tack card啦 因為可能就是insert hyperlink 或者insert整個file and back the file 那現在我們的新的做法呢 就我們有個youtube link啦 那我們可以做得帥仔一點點 就是presentation好一點的話呢 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不是就這樣paste給他連結 當然對方卡的連結都看到的啦 是不是呢 但是presentation是很重要的一環來的嘛 就是present給老闆一個video的話 你不可以叫他走去另一個web page去看的嘛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更加好的方法 就叫insert online video 選一個insert online video 接著paste一條link上去 按一下insert仔 就是整個帥仔了 那你甚至乎 你可以放大縮小啦 就是可能這條link 只不過是一個hyperlink 那你可以放大一點點 那對方呢 按一按個按鈕 他就已經embed了一個player啦 那不需要再做其他的web site的browsing啦 那你可以縮小一點點的link 然後按下去都可以做得到同樣的功能 那大家任隨 任大家方便啦 可以支援到最大陸的三個video的source的啦 Wemo啦 然後有個youtube啦 我看youtube最常見的啦 或者一個slideshare.net 他都可以支援得到的 那就不需要擔心 那那個imbed了一個video 令到那個file size過大 當然大家可以跟我說 大家用one drive share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始終人家download都要時間的嘛 那如果你又不想把那個file 硬砰大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啦 那最後一個功能呢 就是講解一下一個common problem 還有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同樣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insert一張4K的相片啊 或者現在的相機越來越高像素啦 一張相片是說幾萬像 有1600萬像 2400萬像啦 那一張相片你insert了下去的work那裡呢 那個file size 它本身是會幫你做encrypt的 就是 sorry 本身會幫你做compact的 但是始終可能那個size 你都覺得太大的 我現在有個example 就是我insert一張 從這個器材 我自己選擇 然後選擇我剛才的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呢 就是一部S字頭品牌的相機的相片 這個sample 它本身的size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8Mac的 是8Mac size的 那我現在呢 我可以做到什麼的選項呢 當你按了一個save 就是本身work 它就會幫你做一個牙縮 那現在甚至乎可以做一個compact 你會看到有個compact的就是 你去回picture format compact去 你可以選擇保留不同的解像度 就是因應你的需要 可能你需要只是web看得到的話 你可以直接選回85 你會看到那張相片有一點點不同了 它就會compact了 那我現在試一試選擇了個size 那它那個file size的話呢 那個insert那張相片 就變成160K的 160K 那如果我再把它 reduce 再double kick它 選回96的PPI 那我再save一次 那我就變成79KB 那這個file size也很顯著的 就是你可以細一倍 就是對方如果只不過是要看得到的話呢 那你可以選擇用這個功能的 那這個就可以控制到file size 不會過大了 那以上都是我們所說的 今天的training的內容 那我做一個recap 首先我們會講解回了 有一個叫做teams的話 有一個投票的功能 它們用了一個forms 大家可以中途投票 教了大家怎樣去save一些message 甚至乎可以做一個的 一個pulling的 或者可以mew了 或者一些check 可以去回那個置頂的功能 outlook可以call到muting了 甚至乎powerpoint有些新的功能 是做一些recording 甚至乎可以做一些更加fancy的powerpoint 因為以前覺得powerpoint比較值得 是直接的 或者不可以attach一些不同的slide 在一張那裡 那今天都可以做得到 那用力的話呢 可以方便大家不需要用幾個program 就已經可以做到一些screen cap 甚至乎可以insert一些的video online video上去 那這些都是大家一些新的功能 可以share給大家 可能你會覺得這些功能幫到你的 或者我們會再發掘其他不同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些想知道其他不同的apps的功能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sales說回 然後我們可能下一個chapter 就會說回那個apps的特技功能都還不頂 以上都是我們今天的training的內容 我們最後就會有個抽獎的活動 那我們的抽獎的活動就會在 先看我們那個meeting 這裡有個feedback form的qr code 那大家可以填回個feedback form 然後我們就會抽獎的 那之前那個event 我們就去到173 那這次就會由174開始抽獎的 那大家把qr code 或者去回個check room 那我們同事都會post 連結給大家可以填回個feedback form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問一下先 有朋友問可不可以short和unreadback form 可以示範一下這個 其實有個功能的 大家可以去那個check room 那大家可以去那個filtering那裡 可以去那個filtering那裡 可以去filter一下unread,meeting或者meal 不過今天暫時就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叫做unhigh的功能 就是high了的話你要search 然後才可以unhigh的 那條link剛剛post出來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大家也可以左手邊有一個叫做apps power 這個teams有個function ribbon 大家如果是function ribbon 最底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就是add moreapps的 有個moreapps的地方 那其實今天大家可以把一些常用的app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task 之前我們有個chapter都說過planner的 那現在呢他就把它planner和叫做to do list 就合併在一起 那你就選擇那個task的功能 那你可以add不同的app下去的 可以add不同的app下去的 然後你就可以看回一些不同的task 那記住喔 你新加的app呢 你在white kick那裡 你要把它拼出來 拼了去 然後它就會貼在這裡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每一次都要再add的了 或者有一些常用的app 例如task的app 你是用得比較多的 那你可以按white kick 你可以把它pop out出來的 把它變成一個獨立的app去運作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新 即是一些獨有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不停地 enhance the teams 因為我們永遠都在說的那個 teams 那個擴展性 和它的用途是可以不停地大 但是都可以令到你所有的工作 都可以within the teams去做的 那就是常用的app就不需要 因為以前呢 就是只有可以在那個 teams裡 才可以call回這個app出來 那現在呢 就可以將它獨立pop out出來 可以獨立運作 你就不需要再去回那個 teams 那個application那裡了 那這些都是講一些小提示 大家可以add不同的app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這些功能 可以有一些approval 因為如果你有用share power 或者用powerapp的話 可能都會聽過這個approval的 那這個就可以在這裡 直接可以call那個approval app出來 這個獨立了出來的 不需要特地去那個web那裡 那以上都是我們講解一下 今天那個的訓練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問 filter那個的話你要直接 filter的話其實你是filter到的 跟著searching的話 你是靠上高的那個地方做searching了 這個是filter filter把名字都可以 跟著有filter by type 可以做到 No one have submitted any vote in the post and 對嗎?是 因為剛才那個正正就是 我要示範一下剛才那個先 我們先去參與 組成的組成 有朋友還沒看到 Mix now的outlook 可能你要看一看 outlook的版本有沒有更新 因為它會繼續更新的 我看看我們現在的版本 先看一看 你會不會這個是M365的版本來的 看看會不會呢? 因為如果你鍵了那個 installer 那個outlook 即那個office的installer 是用了一個one kick 是不是叫one kick installer 是不是叫one kick one kick installer的話應該就會可以 keep update 可以看回那個office的版本 看看這個是不是叫做subscription 是M365apps 那它就會看得到那個 它就會自動幫你更新 或者有些什麼更新 你可以自己在這裡選擇 可以更新 你看看在這個office帳戶 那裡 office update 看到有一個更新 可以試試自己 安裝更新 剛剛那個投票的功能 是的 那我就申請回他的投票 reopen 那個lucky number 就是說我之後 就會用那個website 就會送回那個 我們會抽出十位幸運兒 就是憑著那個number的 先按一下 按一下 申請一下 那這個就會是個question1的答案了 就是剛才投票的那個同事 就是我這個人 答了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那個results 就是export那個results出來的做法